这妈呀 是你吗 谁 你是那个 修 想起来了 修想告诉我 修 修 修瑞 对了 哎呀 乔山哪 哎呀 多少年不见了 我听同学可说了啊 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还行 当个小老板 是吧 然后 全线首富 哎呀 你咋样啊 我呀 就是现役中一名 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来 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 来 我听着咋这么憋了呢 你能不憋了吗你 就你这样的人 有啥机会 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 是不是 见着我别紧张 别嘚瑟 别抖 我哪儿抖了 鸡杯啥 仇富是吧 仇富那劲上来了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 我 行行行 不给你唠了 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啊 是这样 最近呢 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 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哎呦我的妈呀 一个老师 完了又找他办事人贼躲 还躲躲 我全线首富 我讲话了 找我办事那么多 我都没说躲 你躲 真能吹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 我提前来 啊 这酒店不我包的吗 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了 然后把单买了 超山的 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哎哎 你别整那厨 老百姓那厨是不是又厨来了 啊 还哎哎 我拉了那点 我都够你花的了 知不知道 服务员 哎 哎呀 哎呀 山哥来了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老同学 休老师 哎呀 休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跟他握啥手啊 他又没啥本事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我没说服务员 差点掉价 哎 刚才 他跟我给你讲些没用的吗 他自己给你躲一躲 有人找他办事 谁找他办事 我全家手 无论没说 咱这要不就先点菜好吧 啊 行行 哎 老同学 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 好不好 行行 给我来一个 小米扣刘身 哎呀 破费了 破费了 小米扣刘身 你觉得啥意思吧 小米人你见过没有 哎 这 刘身你知道是啥不 刘身 你知不知道刘身是啥 你告诉我刘身是啥呀 你见没见过刘身 刘身就是刘宁海参 也是传统的海拔针之手 啊 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 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哎 等会儿再 不稳配 等会儿再跳墙 你就着急了 谁着急了 我跟你说啊 我问你吃没吃过 海鲜吗不就是 我没说杀猪菜 我问你吃没吃过 刘身 不是跟你吹 目前没吃过 哈哈哈哈 行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 无限接近刘身的机会 福元 哎 给我点一个小米扣刘身 好嘞 不要刘身 哈哈哈哈 小米扣刘身 不要刘身 你听明白吗 那不就小米粥吗 咋的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那不用 明白 都明白 哎 等会儿 就喝小米粥啊 你还想吃啥啊 有咸子没 有啊 有吗 那没了 哎 豆腐乳行吗 行啊 没有啊 哎呀 行不行三哥 还赢了 这这这远离见 三哥 我下次忙回去了三哥 忙去吧 哎 秋山 好的呀 你干啥呀 你给我整这一厨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有啊 咱俩能有啥丑啊 泻海深仇 血海 那个字念血 发音 我不用你纠正我 啊 我告诉你 就因为这小子 我小时候挨老揍了 知道不 啊 我那童年过的 就是腥风血雨啊 血雨 血雨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再给我吵着 我砸你一脸 砸你一脸 血 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腥风血雨啊 忘了是吧 我帮你回忆回忆啊 上初一的时候 期末考试不让我吵 他考了个全班第一 我考了个全班到底一 让我爸这顿给我提啊 哎 跟你没关系啊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 哎再说了 初三的时候啊 你抄了我一半 不是考了一个 很合理的名次吗 对 那次我是抄了一半 然后考了我们班 二十几名 让我爸这顿给我提啊 这回咋还提你呢 因为我爸要出差 他怕不能在 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 提着我 把这顿提给提前预值了 哎 那说明你爸 有前瞻性 那叫未雨绸缪 什么 什么雨 照什么磨 未雨绸缪 照 照磨 绸缪 小蜜汁来了 行行行 赶快喝这屋吧 给他 来 我里有咸在 我看不惯他 有点钱就得死 谢谢你啊 小伙 你咸在跟老呢 没放 东西玩的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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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眼离架 懂不 我忙去了 忙去吧老弟 不是乔山就因为这点事 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小心眼 这点事就扎心了 啊 我告诉你 就你这个样的呀 哎 你别落我手里 我告诉你 你要落我手里呀 你跪着给我吹腿我都不再打理你 喂 喂老公 儿子上学的事有信了 啥信啥信 现在这个事啊 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瑞的老师那了 哎呀 这家伙软硬不吃 谁找他也不好使 我叫什么名 叫修瑞 听说是一头小卷毛 一脸大胡子 哈哈哈 老公 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 这事你赶快上 谢谢我起到了别摸你 好了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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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你要干啥呀 这衣服点咋有毛呢 养狗了家里啊 哈哈哈哈 胡子 雪拿瑞啊 吊胡子 我吊胡子 啊 是修大瑞吊胡子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没事 我刚刚忘你问一下 诶 你在哪工作来着 谢一周 你叫哪科 我不带科 我是招生办的 明白了 服务员 诶 来 诶上哥 怎么了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聊审 得嘞 不要聊审 胡说 给我整六条聊审放里头 上哥 就这么点玩 六个都放不下呀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 实在不想往后窜一窜 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能坚持 能坚持 小山 你跟我说实话 你整这厨是不是要求我办事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 我没事求他 他非让我求他 那我就免费齐男求你一件事吧 修老师 就是我儿子 就咱俩儿子 你大枝儿 瞧瞧瞧瞧 完了嘛 他就现在要考高中 就想中你们一中了 你看给你办一下 好呗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嗯 这事我办不了 别的啊 诶 老同学 你过来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是这样 你看哈 我现在是全县首富 我周围那些 有头有脸儿孩子 全上一中了 你这长得 早上我都没面子呀 那合着你 让孩子上一中 是为了面子呀 你可不能这么说 你是了解我的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哈 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 我遭多少罪呀 是不是啊 我是踢过球修过车 炒过菜 值过脖 对不对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的 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 我才有今天 是吧 钱 现在讲话了 对我来说只是数字 面子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那你要真要面子 你应该提高你儿子 学习成绩啊 你这样吧 让他来我这补课 啊 修老师 来不及了 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嘛 对不对 这不是钱的事啊 房子车也行 我就告诉你 这事办不了 这么绝我嘛 老同学啊 你就整这个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跪着给你捶腿 捶到你答应为止 不是 咱都是同学 你先接电话 我就跪了啊 喂 老高 儿子上学的事有转机了 有转机了 啥转机了 不用联系招生办的那个老师了 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哦 不是 怎么样 这次准什么 关系接洽吗 准 关系老接洽了 你放心吧老公 媳妇 你这一个电话 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 你给我翻 不是你干啥 说翻脸就翻脸 小周你还跟那个啪啪的给我喝上了 是吧 哎 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 啊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翻脸 是吧 好 大家伙看看啊 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 哈哈哈 你看看这张脸 哎 跟受潮了似的 都长毛了 你巴拉巴拉的胡子里面 是不是有狗吊台 你看看 小善 你把我都说刺喽了 哈哈哈 行 你刺喽吧啊 童韵 哎 哎善哥 怎么了 海参怎么样了 啊后书正坐着呢 马上就好 等会 把海参给我放生 不是善哥那都下锅了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善哥呀 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 我给你钱 干啥去 抢救海参 哎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 我刚才 哎 我那么做是为啥 你以为我真求你呢 我是缓和一下咱俩 most Nag 的气氛 干干 干干的气氛 呱呱 嘎 嘎开的气氛 我 哎呀 我你 你说啥说啥 皇老师在 儿 不知道哪个词是对的 哎呀妈呀 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巴 老公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咋的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 招生的事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下一任校长谁要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 修瑞 我给你整条狗啊 我这狗该怎么玩啊你啊 不是你是咋的了 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 你到底要 说到态度了 服务员过来 商哥 那个海参啊 都抢救回来都放上大海了 是吧 给他们叫回来 不是商哥放生了 对 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不是商哥 你这就为那海参哪 我告诉你 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 我给你钱 厨师 把海参电话给我叫出来 结婚海参 薛老师 那啥 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 你是 乔甩呢 这就不是钱的事 你知不知道 那咋不是钱呢 有钱 这咋咋都能办呢 这是 乔甩你是不是觉得 什么事都能用钱去解决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捧着 都赶到海参要电话了 啊 不是 那你说房子车啥 钻石啥 咔咔给就完了 咱们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告辞 啥意思 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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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站住 你啥意思你啊 你想给我割包断意 是不是 割跑 割跑 哈哈哈哈 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想给我分棚离金 分棚离金 分棚离金 你要干啥 你踢我吧 我求求你了 我不说这些没用的了 我告诉你 为啥我让我孩子上医中 你知不知道 我在外面有多难受 人家说我 说你看 你别看他有钱 他就是个土大款 他没文化 我现在给我儿子 想留的 不仅仅是我的遗产 你明白不 乔甩呐 你现在要是花钱 把你孩子 绑到医中去 你还不如赶紧 给他留遗产呢 踏踏实实的 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 人得靠自己啊 你听没听 说过一句话呀 受人与鱼 不如受人与鱼啊 哈哈哈哈 我好像明白了 这是两条鱼的事 红鲤鱼 绿鲤鱼 驴 这里面咋没驴呢 没有驴 你可好坏 开戈 别 哎 哎 孙老师 你别人气 孙老师 孙老师你这么 你这么 咱这么的 好不好 我把孩子给你送 送你那补课去 行不行 我错了 行不行 让他赶紧来补课 行行 你别说 你还这成啥呢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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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 你不知道 完了你现在得招人半入学 不是 我家在读书这一块 压根就没有这个基因 瞧瞧 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啊 招人啊 找啥人 我给你查查孩子 成绩 哎呀妈 这扒了哪儿去了 孩子叫啥名字来着 瞧瞧瞧瞧瞧瞧瞧 就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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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竟然叫病 瞧瞧瞧瞧瞧瞧瞧标 这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这么 叫着 哎呀我去扶你了 咱 哎呀 考诺 瞧瞧瞧瞧瞧瞧 Seed 全线第一乔九病是你儿子 你看我说啥来着 全线到第一吧 他能有这基因 正属第一 不可能 你自己看 你不看 你还能实习iPhone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式身上 行你 孙老师 孙老师 孙老师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 瞧小病 全线第一 我的妈呀 我儿子全线第一 那就是说 我不用找人了呗 是不是 找啥人呀 都得为你高兴呢 哎呀太好了 孙老师 我谢谢你啊 你谢我啥呀 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 得谢谢你儿子 不是 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 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 因为吧 你今天这番话 让我明白了 这钱呢不是万能的 咱做人呢 只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是不是 咱自己有本事 为啥非得找人啊 是不是 孙老师 你算说对了 哎呀 山哥 哎 山哥 山哥 海参给你结婚回来了 今天呢 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 知道吧 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 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 我自己捞 好不好 话操理不操 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是 人哪 真得靠自己 我刚才 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你别吵吵 你瞧瞧 我记着呢 我记着啊 你不是 瘦人 瘦人 骑驴 他俩巨打鱼 没有驴 哎 说这 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冲啥 赶紧抢救我 后厨师把俺把他腾出来 抢救修老师 抢救完了放声 胡说 这次不放声 快点 啊